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级女孩 很高兴在自媒体平台一万视频中 当你点开我的视频 是我的一种荣幸 谢谢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昨天收到了一个叫五方来福网友 给我赞赏了15元 非常感恩在网络的平台 能够遇到那么多的好心人 你们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 给予我赞赏 谢谢那么多好心人能够帮助我 我从小生活在贵州农村 一生命运多舛 我的父母双方呢 都是残疾人 在父母的印象中呢 我八岁之后双脚就变形 然后我的双手 两只手呢 也是这样弯七 身不止没有力的 因为我一只手拿着手机 在我18岁那一年 就是有一个专门做马蹄足 内外翻的医院 下乡来 说我的脚呢 能够做手术 在2010年的时候 去到贵阳 然后去检查 检查下来呢 当时说我两只脚手术下来 最少呢 就是十多万 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 直接是个天文的数字 我的父母都是残疾人 他们在农村 都是靠种地维持生活 当时去医院的时候 我的父亲和母亲呢 把家里面能变卖的 养的猪牛 还有他们辛苦种的粮食 变卖下来了 还不到一万块钱 对那高额的费用 我的一个娘娘 带我在贵阳找了媒体 可是我们没有熟悉的人 跑了很多次 他们给我们播了上电台 可是到最后呢 却杳无音信 现在我想起来 真的 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这个时候的我是多么的无助 我在自媒体的平台 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 我打心里非常的感恩 真的谢谢你们的帮助 你们那暖心的话语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种支持 我的双脚双手都残疾 做什么呢 都力不从心 很多时候我也想要放弃 可是 在这条艰难的路上 我一步一步的 坚强的走着 他们也不再迷将 和他们的文化 都能够